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上引发了包括肩负20、肩负10B、彩虹负7等受到瞩目的话题,有媒体在报道时质疑为何未展示FC-31胡鹰战机,后来发现是只展出模型并公布相关参数。 这款上载引发中的新型战机在官方展台上标示第五代出口型战斗机,让外界终于清楚看到中国对FC-31战机的定位。综合所有信息显示,除准备大量向国外出口之外,FC-31未来将取代现有的肩负15战机,成为未来国产弹射起飞行航母的舰载机,也即最终会被命名为肩负31。 一开始,人们对于FC-31这一型号的猜测,就是出口编号,意味着该机的设计目的就是争夺需求庞大的外贸市场。 因为在中国看来,F-35尽管有着世界战机的头衔,但是很多美国盟国之外的国家,却不可能采购到这款战机。 而俄罗斯只是研发了苏负57,再也无力投入第二种第五代战机的研发。 所以,中国看到了巨大的商机,将在与肩负20竞标中失利的第二种第五代战机打造成为一种外贸战机。 既是该机的最好出路,也可为沈飞创造机会,而沈飞也及时抓住了这一良机。 很快就推出了二零版的FC-31胡鹰,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肩负31,目的就是希望空军能够青睐这一机型。 但从中国空军的需求实际来看,因为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包括红旗-9、红旗-22、红旗-16、S300和S400等导弹组成的防御体系, 如今再加上肩负20、苏负35、肩负16和肩负10BC组成的拦截与突防战力,实际上对于装备第二款第五代战机的需求已大大下降。 所以,FC-31成为空军版肩负31的机会十分渺茫。 但是,随着中国海军航母发展速度的提升,以及美军开始在福特级航母与美国级两栖攻击舰上部署F-35,属于第四代战机的中国首款舰载机肩负15的压力斗增。 所以,中国要想在航母战力本就不如美军和动力航母的前提下,保持舰载机的战力不低于美军F-35,就需要装备一款第五代战机。 而二,零版的FC-31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,尽管一些人是呼吁让肩负20上舰,但该机的机体数据,设计思路与改型潜力,似乎均不支持这一想法。 而且这就如同把F-22改成舰载机一样困难。 分析认为,自从二,零版FC-31问世后,该机成为中国海军第一款隐身舰载机的可能性已仅无争议,也就是说,FC-31也许在内部已开始称为肩负31了。 在成为中国未来核动力航母的弹射舰载机之后,肩负31的作战半径为1200公里,最大载弹量为8000公斤,可挂载四枚P-12D中距空空导弹,或两枚P-12D两枚P-11格斗弹,当用于执行对海打击任务时还可挂载精确制导反舰武器,最主要的是可与F-35E较高低。 从这次珠海航展后,肩负31的试验进度一定会大幅加快,不久后三,零版的舰载型号将会出现了。 肩负20隐身战机,俗话说得好,不经历风雨,怎么能见彩虹,正是痛苦与磨难的经历促使人成长。 我国与印度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同属于亚洲发展中国家,同是金砖四国,同样有着过十亿的庞大人口。 但是由于两国完全不同的经历遭遇,在发展国家军事装备科技的道路上两国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 在11月6日至11日举办的2018年珠海航展上,我国展现了各类先进的武器装备, 有隐身无人机、第五代战机、量子雷达等等近千种先进产品,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中国装备制造的能力,再次发出了由衷的感叹。 这也同时引起了他们的深思,中国的技术发展为什么如此之快。 就在近日,有一名欧洲军事专家似乎找到了答案,他表示,过去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专家讲要通过武器禁运, 高端技术封锁的方式来阻碍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,但如今中国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方式的愚蠢, 非但没有起到阻碍的作用,反而促进了中国军工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, 大型隐形无人机彩虹负旗震撼亮相。 他同时还说,反观中国的邻居印度,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不受限制, 所以长期以来大肆采买他国武器装备,无论是西方,还是俄罗斯的先进武器,印度都能买到。 而这些年来印度的国内军工业却没有丝毫的进步,所以由此可以看出,禁运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。 现如今欧洲各国应该干净解除对中国的技术禁运,或许还能有机会走入中国市场。 印度这些年来确实是太过依赖武器进口,根据去年发布的全球武器贸易研究报告显示, 印度是近五年以来全球武器进口排行榜当之无愧的第一,进口武器总额是中国的三倍之多, 而且进口种类涵盖海陆空三军,由法国阵风战机,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, T-90S坦克,额至11356M型护卫舰等等,进口的来源也是世界各国都有,印度战机。 而相比之下,我国从1988年开始,就被以美国为首的34个拥有高端技术的国家实施武器禁运, 整个西方世界都参与进来了。 而且不仅仅是武器,还有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共计上万种产品,只要是涉及到禁运清单上的相关设备, 无论是什么都禁止向中国出口,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军事发展,但是就是在这种严苛的环境, 中国人以自强的精神,经过不懈的努力,打破了技术封锁的阻碍,发展了堪称灿烂辉煌的中国国产军工业, 现如今中国的军工产品不仅能满足自身所需,甚至还能出口他国赚取外汇,尤其在智能领域的无人机上, 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了,而相比之下印度人还在满世界的寻求武器进口,实在可悲, 听说印度人近期又要引进俄罗斯的S-400防空导弹了, 而我国在11日结束的珠海航展上成功签订了逾569个项目,获得超过212亿美元的合同, 两国目前的境遇可谓是天差地别,不得不让人庆幸在自主发展的这条道路上, 我国走对了,更显得中国这一做法非常明智,口波,两架肩负20隐身战机震撼登场, 大家都知道,由于起步较晚,人才缺乏和西方封锁等种种原因, 我国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之路走得格外艰辛,期间还备受外界的冷言与嘲笑, 不过,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, 我国的军工研究人员硬生生在一片荆棘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, 让各界都为之侧目,细心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,近年来, 外界对中国的装备也明显投入了更多的目光, 这部,就在日前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, 一款武器刚一现身就引的各路媒体争相报道, 在珠海航展最后一日, 备受期待的金副20战机以四机编队震撼登场, 并且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机副的弹舱, 当住现场上万海内外观众的面, 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的武器, 让现场以及看直播的观众惊喜万分,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看到这一幕时, 关注点比较与众不同, 他们敏锐地发现金副20搭载了一款空中利器, 霹雳副15空空飞弹, 台媒评论称, 这武器一出, 等于宣告金副20在200公里范围内将难逢敌手, 那么,它真的有这么厉害吗? 据了解, 霹雳副15是由我国零14所空空飞弹研究院, 专为第五代战斗级研发的中远程空空飞弹, 它长约3,7米, 直径约20厘米, 在弹体中段装有小展间笔弹翼, 叠形翼, 尾部则是全动式借尖三角翼的垛面, 前后弹翼的翼展约为39厘米和51,5厘米, 军事观察者分析称, 该飞弹数据性能与美空军最新的AIM-120D类似, 都是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并且最大程度上优化弹道参数, 这使得飞弹的射程大大延长, 图为, 弹舱内的霹雳-15, 据称, 霹雳-15空空飞弹的最大射程可达150至200公里, 而且相对于上一代的超视距空空飞弹霹雳-12, 它具备抗干扰数据链, 雷达主动探测距离也大大延伸, 在空战中能够打击敌军的加油, 运输机, 预警机等重要的空中目标, 如今今负-20隐身战斗机再配上这款神器更是威力大增, 搭配霹雳-10近距离格斗空空飞弹, 基本上就像还没说的, 200公里范围内, 难尽其身, 实际上, 除了台媒, 美国方面对霹雳-15空空飞弹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, 而且他们关注的时间更早, 据了解, 早在2015年, 国内消息还一片空白的时候, 美媒就报道称我国成功试射了一枚最新空空飞弹霹雳-15, 并且成功摧毁了一架无人把机, 之后, 美国就一直对这款飞弹保持高度关注, 生怕错过一星半点的消息, 美国空军某司令, 有意思的是, 当时这件事还惊动辽美太平洋空军司令霍克卡莱尔, 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, 霹雳-15拥有150-200公里的超远射程, 这将超出现有的美国空空飞弹的射程, 也就是说美国的空空飞弹已经过时了, 更重要的是, 当美军在太平洋上采取行动时, 霹雳-15将会对轰炸机, 加油机乃至F-35这样的战斗机, 和军队的温暖部离弹保持高度关注, 分开你们下来, 你会不会让你更加速度 setemi 来,